234的标例是人外魔镜 新入决战的第十二话 一路开头就说他要上了 但很快就被暗停 五条跟苏诺获胜的条件不同 他只要打赢就结束了 捐组靠他们还有办法 苏诺他打赢了还要马上面对五丈等人的进攻 趁相对五条一定还有长招 我们现在动手只会妨碍他 有人在五条旁边他无法发挥 而且也没有看到里面 苏诺可能也买了个保险 来到对决 五条对千鹅兽发动攻击 但他造成伤害很宽就复原 原来千鹅兽的叶野继承的大蛇、虎藏、圆鹿 赛拜还以为只有一拳是继承四神 没想要叶野继承的四神 刚刚的复原就是靠圆鹿的凡凡数字 拿圆鹿来继承也是为了避免太容易被五条摧毁 大蛇之间也被破坏掉 所以拿来继承 虎藏是从未出现过的四神 之间一直藏着没想要直接被树龙拆掉继承 圆鹿再怎么样也只是再生 并不是适应无下限 跟魔秀一样只要威力够强就能直接毁掉 再要继续 五条想要先破坏千鹅兽 因为如果他治愈速龙的脑子就糟了 确实是你只要速龙打开领域五条就没了 目前五条的反反反速势肯定是根本上斩跌的伤害 从五条说原路可以治愈速龙的脑子 那他应该早该叫出来治理 原来他已经把原路拆掉继承 目的就是当魔兽又适应藏后 可以叫出来妨碍五条发出虚势子 因为速龙本身就是反反反速势 所以就不把原路的能力单独使用 当然这是本来的用法 他没想到自己会被无量的空蜀影响到 所以才会五条现在这个说法 说他可能会拿千鹅兽来治疗受伤的脑子 速龙躲在影子中 只要不断的攻击五条就死不出虚势子 开来前台下因为离得很远 顶多只是手断掉 目前速龙情况只要被虚势子打到 很有可能会挂掉 结果他开始对魔兽又心谈话 他说你已经不是浮威的影子 而是我的 话说浮威根本没有成功收服魔兽罗吧 这次魔兽又法阵突然转动 然后他用退魔之剑发出一个飞跃的斩棘把五条手砍下来 虽然看到人都说像是速龙的斩棘 可是这个斩痕也太粗了 这一下应该跟速龙的速式无关 前面那个法阵转动应该也跟这一下无关 那个转动是新年对贺的适应 那魔兽又怎么可以把斩棘发出去 我想这应该跟先前对上1的说明有关 速龙会让影子形体不稳定来增加效果范围 可是不让影子完整会导致威力降低 这一点速龙是用他的巨量骤力克服 所以速龙用的影子即便改变形体也不会变差 之前我们看到那个也就是变得超级巨大 功力范围也变大的同时威力也不会减弱 这里可能是速龙改变了退魔之剑的形体 所以他前面才会讲那句话不是吗 你已经是我的影子了不是腐黑的 意思就是说我已经帮你buff了 速龙看到断手也从影子中出现攻击 这是五条逮到机会对千额兽使出最大输出的仓 直接毁掉了千额兽 最后就是预告五条即将使用叙事值 真额就是上次说的无限制的虚势 话说这一段完全就是在参考猎人吧 从上次说的千额兽 到现在五条预告他要使出无限制的虚势 然后手被打断 就跟尼特勒打蚁王一样 尼特勒也是先预告他要使出百四零 然后没多久就被蚁王断脚 只是尼特勒没反短的速式而已 后来尼特勒又被断手 这也会反应在五条身上吗 那照猎人的走向 五条跟速龙都会挂掉咯 好